出去 你们是真有病 要是怎么不在自己身上试 小翟 你别着急啊 我们在自己身上试过了 你看疯子 他把自己扎得好多了 一点都不疯了 还有我的头疼病 给我扎得一点都不疼了 我求你们了 别添乱了行吗 我的技术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他怎么就不相信科学 愚昧 atu 你知道大夫怎么说吗 他们说 也许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惩罚我 是 你破了紫密 成了英雄 所以你就可以 碰下所有人 所有事 什么都不管了 是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这么不负责任呢 你看看你现在 都成什么样子了 你这个英雄 跟庙里的菩萨一样 每个人来看你 都来给你上供 来跟你说好话 给你祈祷 要不就给你唱歌 就在刚才 刘科长和王主任 还要给你扎针呢 你还要怎么样 你如果一直这么睡下去 大家对你再好 都没有意义 还有 我告诉你一件事 因为你 赵齐柔要离开青雄了 说实话 我不相信她是懦夫 我不相信她是逃兵 容金珍 她等着你 她等着你醒过来 给她作证呢 你还是这样说 一点反应都没有是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个样子 在我眼里不是英雄 还不如那个 当时穿着红裤衩的 胆小鬼呢 容金珍 是您说的 咱俩不能都死了 必须活着出去 涛草下没有蚂蚁 我恨你 你为什么想方设法 让我逃走 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去死 没有知道姐夫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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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如她是让我死了算 还不如她是让我死了算